看到這個學校復刻 結果學生回來收到老師送上的乖乖驚喜包 是嘉義博愛國小的老師 為了慶祝復刻 貼心幫全班同學送上了實體課的驚喜 是一包綠色乖乖 老師還貼心寫下了祝福話語 希望大家一錄綠燈到學期末 並且都能夠乖乖防疫不確診 網友看到這一幕也直呼 老師實在太有心 放眼望去學生的桌上不是擺著書本 而是一包包綠色乖乖 這一切都是老師為了慶祝復刻給學生的驚喜 學生收到後超開心 還滿驚訝的 有沒有覺得很驚訝 嘉義市13號恢復實體課程 博愛國小一名老師為了迎接孩子返回校園 在每個人的桌上都放上一包綠色乖乖 希望學生一錄綠燈到期末 甚至還貼心在包裝上 寫下每個人的姓名以及祝福語 完成後就連同快篩試劑 一起放在同學桌上 因為他們已經停課三週了 復課回來我們希望接下來就一路順暢的 一直上上到暑假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構想 每一個孩子在這段時間 每一個孩子給他不同的鼓勵的話 也感謝他們 然後肯定他們這陣子的努力 同時要祝福他們能夠一路健康 綠燈一直到學期末 老師的乖乖驚喜 讓網友看的直呼實在太有心 除了希望學生曾經能夠一路綠燈外 更希望所有人乖乖防疫不確診 這蔡崇佳報導